市场似乎进入震荡越狠,公司的内在价值越重要的时代。 加息的脚步已经临近,未来全球都会面临不断的加息,但也很难阻挡高物价高通胀的投资环境。 正方美联储加息美元回流,在市场受俄乌战争和加息双重压制下,迪士尼或许可以成为投资者抵御市场风浪的礁石。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。 作为全球娱乐媒体巨头,且在2021年财富美国500强排行榜第50位的华特迪士尼公司,拥有世界第一的娱乐及影视品牌迪士尼,以及影视娱乐主题乐园和媒体网络等业务。 在2019年4月,迪士尼推出流媒体服务Disney Plus。 疫情的爆发也进一步推动了此项服务的发展。 次年,迪士尼的线上流媒体业务也正式宣布成熟。 这两则消息的出现使得迪士尼的股价一飞冲天,再把目光放到近两年。 迪士尼的股价由于疫情的干扰,在过去一年内一直处于承压状态。 股价在过去一年内下跌了近34.56%。 随着流媒体行业中竞争力的上涨,奈飞的鱿鱼游戏火遍全球。 迪士尼Plus的增长从2021第一季度的财报开始大幅回落。 这样的放缓速度就是使得迪士尼利润逐渐下滑的罪亏祸首。 但2022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,一方面其流媒体业务的新增用户量远超市场预期,较20年同期增长37%。 华尔街已预计,迪士尼的线上流媒体业务在未来两年内应收可达30%。 另一方面,对疫情逐渐躺平心理的出现,使得更多人们选择走出家门, 全球迪士尼主题乐园也录取开放,使得公司的线下业务开始回暖。 但是,后疫情时代,线上业务发展的推进困难。 为了应对激烈的线上业务竞争,迪士尼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, 以扩大自己的资源库,才可以维持住可观的线上用户增长数。 此外,战事的不明朗也为迪士尼蒙上一层博物。 随着迪士尼宣布停止在俄罗斯上映电影后, 其股价也是在近期应声下跌。 虽然迪士尼在未来还会面对内忧外患的种种问题, 但线上和线下业务发展潜力的上升, 以及迪士尼引以为傲的百年品牌和版权库, 都似乎可以使公司在震荡的大环境下寻找出自己的一席之地。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,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, 03-8658-0602。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 下期节目再见。